酒是啥人发明的 无论你听过什么神通造酒 什么杜康酱酒什么的 其实我们现在每发现一个上古遗址 基本上发现酿造的痕迹 早就刷新这些看似古老城的上线了 比那还早 其实只要是饱含糖分 也就是所谓碳水油和化合物的东西 经过自然间无处不在的微生物发酵 往往都会产生义醇 就是所谓酒精那样 但是古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微生物 所以为了获取这复杂的菌群 会用嘴去嚼粮食 然后拖到煮熟的粮食汤里发酵 叫驱酶嘛 是保障什么大驱 什么什么特驱 纸兜这些东西 这个驱 单酱酒为了保证品质高一点 它基本都会采用单一粮品做原料 比如说用大米葡萄这类东西酱质 而中国的高级米酒 我们一般称之为白酒 如果粮食自然发酵的话 那个酒精度顶破天也就是10度左右 所以中国古代虽然也有这个白酒 但度数也就如今啤酒那种很轻的 这才有了洋制什么吃酒解渴 武松喝了18碗 这方现在早挂了 你看解渴 不等了八百年前 这个中国的阿拉伯人搞出了一种非常好玩的药物体育法的蒸馏萃取法 大行其道 不久之后的元朝 你这蒙古人作为一个国际帝国 这个技术就分别经过伊朗传入中国 而西方也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都有了蒸馏酒 Rinengui的这个酒精阿克后 就是阿拉伯语 阿拉就是阿拉伯语的丁万词 同这时候 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的神奇的新酒烈酒就出现了 我们会把原来这个白米酒很浊的蒸馏成烈白酒 欧洲把大麦啤酒葡萄酒蒸馏成了什么 就是威士忌和白兰地 一个大麦一个葡萄 所以如果单说历史酒远 如今的白酒七百年历史 其实还不及汉代就传过来到葡萄酒远 拿着糖茶还有葡萄美酒夜光杯 蒸馏白酒的产生也大大减轻了粮食负担 不咋好吃 但是高糖的高粮反倒成了酱酒主力 反正有糖就行 这么一来 按理说那蒸馏酒的好坏 不就和原材料没啥关系了吗 总讲究这个干嘛 反正都是酒精是吧 实则不然 不同的原材料和不同的微生物菌群 在发育的过程中 除了乙醇之外 还会产生很多的高级醇 甚至更复杂的酮脂之类的有机物 而这些成分在蒸馏的时候 反正显得风味更浓也更有好处 所以西方在酿酒的时候 还会加入陈皮 盐醉籽等等 香菜籽是吧 不仅有脂香味在陈皮里 还有生物黄酮症这种 不仅有异香 还有心情脑血管 抗菌能有帮助的成分 而对于中国而言 我们也有类似的 我们也会产用多种粮食量子 尤其是多产自寒冷高原地区的苦桥 要知道无论是小麦 大麦 水稻 玉米 甚至甘蔗 都是通通的亲戚 何本可作物 但是这个桥麦 却属于粮食里少有的鸟科 其中少有的苦桥黄酮 又是黄酮 也被用于酿酒 食过境迁 各种成分的白酒 加上乙醇透的有机容性 各类食材药材混合的酒品 就比如像毛铺 这种添加苦桥黄酮提取的酒酿 同样也是用最新的技术 回到了最古老的酒酿精髓 这个争论的技术 虽然源自于中东 但是那边就并不能喝酒 反正我们这边的酒人话非常兴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每个地方 都在充斥什么中国醉骨 什么源自中国这种理论 传统之上 越发类似我们口中的某隔壁国了 在我看来 任何一门技术工艺 源自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能够融合别人的技术 以兼容并爆合而不同的理念 就像这个苦桥酿制 加多味食材酿制的毛铺酒一样 还特出更有特色 更厉害的我方善逼 让对方辜负于什么源自我们 千年历史这种东西 而我们早就一击绝尘了